攻略任务完成后 柳如烟将被系统抹杀 我献出一半寿命将他救下 可生日那天 他却为了维护新欢 亲手砸烂了我的蛋糕 贺川 你和这个世界一样 令我恶心 可当我假此离开后 他却一夜白头 满世界求我别走 服务员 这道菜不辣吧 我不由一愣 猛递回头 正正地看向身旁的包厢 即使隔着一堵墙 我依旧听得出来 那是我妻子柳如烟的声音 今天本是我的生日 我和柳如烟约定好 今天来他最爱的这家馆子过生日 可下班后 他却没了消息 而且不知是不是因为 公司业务太过繁忙 这几天来 柳如烟回复我消息的速度 也越来越慢 甚至有时能隔上一整天 都没有回复 我一度以为 是自己和柳如烟的感情 出了什么问题 可现在 我听着包厢内柳如烟的声音 嘴角却不又扬起了几分笑意 难道 他是这几天刻意装作对我冷淡 打算在生日这天 给我个惊喜 毕竟自打我和柳如烟在一起的第一天 他便记住了我肠胃不好的毛病 自打之后 不论是在外应酬还是约会 柳如烟总会在上菜前 贴心地向服务员询问 菜里是否有辣椒 这一问 就是整整五年 想到这里 我不禁心里意暖 悄悄起身凑到包厢前 打算也给他一个惊喜 可我刚走到门前 包厢内传出的声音 却令我如遭雷击 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如烟 谢谢你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那么喜欢照顾人 包厢内 一个陌生男人 穿着一件宽松的卡其色大衣 紧挨着坐在柳如烟身旁 即使嘴唇没什么血色 可依旧难掩眉眼里的喜色 只是一眼 我的心脏变猛地咯噔一声 感觉浑身的血液 都在此刻凝固下来 是姬雨 一个月前 我和柳如烟在一场酒会上见到的他 那时的他 已经是本地小有名气的供应商 套着家里给的钱 投资了几笔生意 一时赚得盆满钵满 也是那天起 季雨和柳如烟的来往 变得频繁了不少 每次公司重大项目的推进 背后总少不了季雨的身影 而她跟我的交流 也越来越少 我虽然也曾经有过怀疑 但二人除去工作外 几乎没有别的联系 甚至即使是在媒体面前 也很少瞳孔出现 一来二去 我也就打消了一律 可现在 柳如烟却紧紧地挨着季雨 甚至还贴心地问了忌口 生怕对方刚做完手术 出了什么事情 我看着柳如烟那有些紧张的表情 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柳如烟又为什么这么关心季雨 一时间 无数的疑惑 犹如枪林带雨朝我袭来 一个荒唐的念头 更是悄然从我心头冒出 难道 柳如烟他出轨了 正当我愣神之际 包厢内 季雨却摆了白手 请笑道 如烟我就是蓝尾炎 做个小手术而已 不碍事 倒是你 最近几天跟我应酬 憔悴了不少 我听着包厢内传出的声音 不由地长出了一口气 重新做了下来 原来是我误会了 这只是一次 在普通不过的商业会谈罢了 我看着包厢内 柳如烟那认真的神情 不由苦笑一声 我们毕竟是五年的夫妻 她的性子 我最清楚不过 柳如烟是个较真的人 不论做任何事 她都几乎力求完美 不愿留下一丝遗憾 为了照顾柳如烟 我几乎将自己全部的时间 和精力都留给了她 甚至一度牺牲了自己的前途 只为了不让她受到半点委屈 如今公司蒸蒸日上 正是享受来之不易的生活的时候 她又怎么可能会对别的男人动心 我整理了下自己的衣领 刚准备起身进去打个招呼 可柳如烟接下来的话 却如同一道晴天霹雳 将我所有的骄傲轰成了渣 当场愣在原地 什么叫小手术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逞呢 供应商的事情我来负责 你先把身体给养好 包厢内 柳如烟与其交集 拍着桌子站起身来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可我望着她那气氛不已的样子 却正正地愣在了原地 就连水洒在了身上 都没能察觉 结婚五年 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着急的样子 在我记忆里 柳如烟都始终是一副冷袄如雪的样子 从容镇定 却也有些薄情 三年前 我为了先一步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到订单 冒着暴雨连夜搭乘了最近的一套航班 飞往外地 可刚起飞没多久 飞机就遇到了罕见的风暴 不得不偏离了航线 跟机场失去了联系 在失联的情况下 更是整整延误了八个小时 飞机才平安地抵达了附近的机场 一下飞机 迎接客舱乘客的 几乎都是他们的亲属 纷纷抱在一起 痛哭流涕 柳如烟却只是拿走了我手里空白的合同 冷声道 这次公司的损失就不用你来承担了 下不为例 从始至终 她都没有关心我一句 而是居高临下地 赦免了我的处罚 当时 我只是以为她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 便也没太放在心上 可现在想想 她离开时的眼神 明明写满了不在意 我不由深吸了一口气 心情有些低落 可包厢内 既然的话 却直接将我的心揪到了嗓子眼 如烟 你放心吧 比起这个 你跟她谈好 什么时候离婚了吗 话音刚落 我猛地回头望向包厢 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可这次 柳如烟却意外地有些沉默 摇了摇头 如烟 你就是太心软了 那废物有什么好的 身份 财富 地位 她能给你什么 如烟 她真的配不上你 可我看着寄予那一份甜蝇的模样 心中却不由冷笑一声 我和柳如烟之间的感情 早已超越了生死 又岂是这些身外之物能比拟的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却咬紧了下唇 欲言又止 但想 柳如烟这才低声道 离婚不是二戏 你 等我再考虑一下 我听着柳如烟的话 只觉胸膛像是被人重重地捶了一下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居然真的打算跟我离婚 一路走来 我自认为和她早已不分彼此 可如今看来 这一切 似乎只是我一个人的自作多情 我攥紧了拳头 转身提着蛋糕便跑回了家 我望着客厅中央 那副我和柳如烟的结婚照 心中却是说不出的苦涩 不论如何 等她回来 我都要跟她把话说清楚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一等就是凌晨 蛋糕上的蜡烛早已燃尽 我望着窗外的点点繁星 一想到柳如烟关心寄予的样子 心中便说不出的苦涩 或许 今晚她不会回来了吧 我长叹一声 我看着她那毫不在意的模样 心中愈发难受 她似乎忘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强忍着情绪小声提醒道 如烟你不觉得自己忘了点什么吗 可柳如烟却皱紧了眉头 低头看了眼蛋糕 不耐烦道 多大的人了还跟着小孩似的吃蛋糕 贺川 我很累 公司还有很多事 我没空陪你猜什么谜语 柳如烟语气散漫 眼眸里更是写满了不耐烦 我看着她这富慢不惊心的样子 心中却是说不出的苦涩 当初我们结婚时 哪怕是我的随口一句话 柳如烟都会铭记在心 只是过去七年 她却连我的生日都忘了 这一刻 我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不甘和愤怒 将桌上的水杯静止砸在了地上 你指的 适合寄予在餐厅约会吗 这句话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似乎是第一次见我发怒 柳如烟先是一愣 紧接着却架起了胳膊皱眉道 贺川你跟踪我 我听着柳如烟的质问却如遭雷击 久久没能回过神来 我万万没想到 她会是这样一个反应 即使做错了 也从来不愿意低下她高傲的头颅解释一番 我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将情绪平复了一些 咬牙道 如烟你就没什么想解释的吗 还是你也觉得 我只是个吃软饭的废物 根本配不上你 可柳如烟却只是瞥了我一眼 又坐回了沙发上 不屑道 轻者自轻 而且就因为这个 你大半夜跟我发神经吵架 贺川 你不觉得 你现在太无理取闹了吗 借着酒镜 柳如烟顺势拿起了我的生日蛋糕 你把她扔了的 似乎是第一次见我如此生气 柳如烟先是一愣 而后心虚道 扔就扔了一个破蛋糕而已 值几个钱 说吧 柳如烟便从包里取出一张银行卡 重重地摔在了我面前 我看着她那盛气凌人的模样 却只觉得心寒 当初公司刚刚成立 我为了能拉来业务 整天在外奔波应酬 哪怕快要把身体给熬坏 我也从未抱怨过一句 如今 柳如烟却选择用金钱来搪塑我 觉得我是累赘 我钻紧了拳头 深吸了一口气 气愤道 柳如烟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言 柳如烟先是一愣 随即咬紧下唇 冷声道 那又怎么样 算了 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 你还是好好冷静一下吧 说吧 柳如烟扔下一笔钱 转身就离开了家 望着她逐渐远去的背影 我的胸膛却突然一阵激动 两眼一黑 失去了意识 等我在醒来时 已经浑身插满了管子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贺先生 你恐怕 没有多少时间了 病房里 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 轻叹医生走了出去 我看着手里的诊断书 不由钻子更紧了些 医生说 我不知为何心力衰竭 全身的器官老化 如果不立马做手术 很可能会活不过这个冬天 可我却再清楚不过 这一切 都是我和系统交换付出的代价 五年前 我意外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耗费了数年攻略了柳如烟 才有了回到现实世界的机会 可系统告诉我 由于任务结束 为了消除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柳如烟很快就会遭遇车祸 被系统强制抹杀 我纠结了三天三夜 最终选择带着他 一起前往现实世界 这才救下了他的性命 这本是系统不允许的 可数年的攻略 我发自真心地爱上了他 那天 我以自己下半生的生命为代价 将柳如烟带回了现实世界 那时的他 几乎就像是一张干净的白纸 面对我所在的这个现代社会 显得格格不入 是我不厌其烦的 一点点教他读书识字 一点点教他使用手机电脑 一点点带着他融入了现代社会 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 我甚至拿出了家里全部的积蓄 为他创立了一家公司 不分昼夜地陪着他创业 鼓励他 呵护他 他才得以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 从一个无知的少女 蜕变为如今人人羡慕垂青的冷傲总裁 我给予他的 远远超过了这世间任何的财富和地位 可自那之后 我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尤其是这几年 每天早晨起床时 我都会莫名的一阵心脚痛 有时候甚至疼到难以呼吸 为了不让柳如燕担心 我总是提前他半小时醒来 直到恢复后 再做好早晨 叫他起床 可就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顾不得昨日和柳如燕的争执 我掏出手机 直接打给了他 如燕 你听我说 我现在人在医院 你能不能 可还不等我说完 电话那头 却传来了一阵拍桌子的闷想 贺川 你到底有完没完 一会儿跟踪我去餐厅 一会儿又跑去医院 你又是打算闹哪样 公司现在一分钟好几万上下 我没空跟你过家家 说吧 柳如燕便重重地挂断了电话 我苦笑一声 时至今日 他仍旧不理解我 甚至不愿意听我把话说完 系统 我还有活多久 伴上 系统才慢悠悠道 运气好的话 兴许还有一周时间 看在你之前完成任务的份上 我可以帮你转生到别的世界 重新开始任务 我点了点头 望着窗外的飞雪感慨万千 在上一个世界 我为了攻略柳如衣而活 这五年 我为了照顾他而活 这最后的时间里 我打算放过自己 不想留下什么遗憾 只想为自己而活 何先生 你疯了吗 你现在不立马手术 身体随时会出问题的 可我对医生的呵斥 却是肢肉网闻 不过护士的阻拦 直接拔掉了手上的输液管 连手机和外套都来不及拿 便匆匆离开了医院 赶到了公司 这里 有着我这五年全部的心血 我静止走到办公室 通过公司账户 我就资助过不少学生 如今 这也算是我能为这个世界 最后能做的事情 可还不等我回过神来 门外 柳如烟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 揪住了我的衣领 一把抢走了我的手机 何川 钱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把话给说清楚了 你一分钱都别想带走 我看着柳如烟那气氛的模样 心却像是被狠狠地掐了一把 下意识喊道 如烟你别忘了 是我带你来的这个世界 如果不是我救了你 你早就死了 可话音刚落 不知哪个字踩到了柳如烟的雷点 他顿时站了起来 给了我一耳光 何川 你变了 变得这个世界一样 令我恶心 没有你 我在原来的世界只会活得更好 我听着柳如烟的话 瞳孔猛地一说 原来 一切都是我在自作多情 这一刻 我心中的气氛 不甘 委屈 顿时烟消云散 我不由闭上眼 深吸了一口气 在看向柳如烟时 我眼神里只剩下了冰冷 我明白 当初那个体贴入微的柳如烟 那个紧紧拉着我的手 不愿我离开半步的柳如烟 那个誓死也要跟我一生一世 柳如烟 如今 已经连同我的心 彻底死在了过去 只是不知道 当他知道 我为了救他即将生死时 他的脸上 又会是什么表情 正当我感慨之际 柳如烟却对我的沉默愈发不满 走到我面前 居高临下的指责道 怎么 现在知道自己理亏 不敢说话了 你当初带我来这个世界时 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你会对我好 对照顾我一辈子 现在你对得起我吗 突然想起 是贺先生的家属吗 他现在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由于是周末 办公室里安静的初期 连我都听得清楚 电话那头 是医生的声音 我知道 我的匆忙离去 很可能在医院里 引起了一阵恐慌 可柳如烟却先是一愣 却像是没听清一样 紧皱着眉头 又开口问了一遍 你说贺川他怎么了 电话那头 医生急忙将我的病情 又说了一遍 再三吩咐柳如烟 赶紧拿着钱 赶紧来医院手术 手术 我看他明明好好的 都有力气来公司偷钱了 想骗我 你们还是省省力气吧 还不等对面的医生 开口解释 柳如烟便怒气冲冲的 挂断了电话 顺便拉黑了对方 怒气冲冲的看向我 可川 这就是你这几天 跟我闹脾气的理由 说吧 你在外面到底欠了多少钱 老实交代 我可以帮你还掉 但你这样撒谎骗我 只会让我恶心 我看着柳如烟 那气氛的样子 心中却不由冷笑一声 直到现在 在他的眼里 我依旧是个无理取闹的人 五年的时间 早已冲淡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只剩下了柴米油盐 和数不清的猜疑 我知道 我们的感情 彻底走到了尽头 我深吸了一口气 面色平静地看向了柳如烟 回想起过往 我和柳如烟的点点滴滴 最终也只是化作一声轻叹 柳如烟 你终究是变了 话音刚落 门外 鸡语却突然一路小跑冲了过来 直着我的鼻子骂倒 贺川 你有什么资格说他 这五年 如烟他凭着自己的胆识和能力 咬着牙在商界摸爬滚打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你一个吃软饭的寄生虫 对他有过什么帮助吗 没有你 如烟他完全可以活得更好 寄予言辞犀利 那眼神 恨不得将我生存活泼 似乎我就不应该待在柳如烟身旁 继续拖累他 我并未理睬寄予 而是默默地看向了柳如烟 这五年 我究竟为他做了什么 他心知肚明 可令我心寒的是 柳如烟听着寄予对我的职责 却只是身体一颤 喉咙动了动 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解释 意外的是 这一刻 我却不觉得苦涩或者悲伤 反倒是一股莫名的解脱之意 从心中舒展开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 平静地看向柳如烟 淡淡道 如烟我们离婚吧 似乎是对我的话感到有些意外 柳如烟先是一愣 随即咬紧下唇 静止给了我一个清脆的耳光 贺川 你混蛋 我当初放弃了一切 陪你来这个世界 你现在腻了 倦了 就打算带着我的钱离开 还是你觉得你用离婚威胁我 我就会低头向你道歉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 你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 我感受着自己脸上传来的痛觉 却只感到一阵麻木 究竟是谁腻了 倦了 一目了然 当初那个不惜一切 也要黏在我身边的柳如烟 那个为了我不计较得失的柳如烟 在见识了这花花世界后 终究还是变了 寄予的出现 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罢了 即便没有寄予 日后也总会出现方雨 神雨 说到底 他只是不爱我了 想到这里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扔下了公司账户里 本属于我的那笔钱 禁止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柳如烟 从今往后 你我 两不相欠 身后 柳如烟仍在歇斯底里的喊着 何川 你今天这么走了 有种就别再回来 文言 我心中却是无奈的轻叹一声 他还不知道 我再也没机会回来了 可还不等我走出多远 我的胸口处 便传来一阵钻心的脚痛 疼得我直接摊在地上 大口大口的喘息 即便是系统给了我 假死脱离这个世界的机会 在亲身面对死亡时 我仍然被一股 前所未有的窒息感所淹没 正当我以为 自己就要脱离这个世界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 却突然在我耳旁叫喊起来 赫 赫先生 你没事吧 救护车 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下一刻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看清那人的容貌后 瞳孔却是莽的一缩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静止昏迷了过去 我死了吗 可等我在睁开眼时 却发现自己身上 早已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管子 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一躺 一个扎着马尾 穿着连衣长裙的女孩 正趴在我的病床前 一脸疲惫地入睡 我用力抬起了手 想摸摸她的头 可手刚抬到一半 那熟悉的心脚痛再次袭来 疼得我不由闷哼一声 赫先生 你醒了 似乎是被我的动静所打扰 眼前的女孩揉了揉眼睛 看我醒来 二话不说 就冲到走廊海来了一声 我看着她那心急如焚的样子 心中不由泛起了一丝暖意 没想到 在我生命的尽头 会是她救的我 虽然和我记忆里的模样 有些出入 可我还是掩认了出来 她是江炎 在我被攻略系统绑定前 我在这个世界 曾经自助过江炎一段时间 她是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孩子 深知读书的重要性 高考那年 考取了当地乡镇第一的成绩 本可以被一所不错的大学录取 可她的父亲是赌成性 败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母亲也受不了家暴 离家出走再也没了消息 我遇到她时 她正对她父亲揪着耳朵 打算送她去夜店里 当陪酒女打工赚钱还债 不知是不是同情心泛滥 我报警就下了江炎 还联系一些媒体朋友 将这件事曝光 顺利让江炎脱离了她的原生家庭 并拿出我为数不多的工资 资助江炎上学 在我记忆里 她似乎还是那个一脸稚气 却透露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 成熟气息的孩子 没成想一转眼 江炎也已经步入了社会 长大了不少 正当我感慨之际 江炎却已经凑了过来 一脸焦急地看向我 何先生 你没事吧 文言 我却只得苦笑一声 将一旁柜子上的病例递给了江炎 江炎只是看了几眼 整个人的脸色顿时苍白一片 颤抖道 何先生你 你明明还很年轻 怎么会得心衰这么严重的病 我这就去找医生 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何先生你不会死的 江炎语气带着哭腔 身体明显在发抖 可我只是摇摇头 一把拉住了江炎 没必要了 我身体的情况 我很清楚 听着我有气无力地回答 江炎点点头 死死地握着我的手不放 哭得气不成声 我看着江炎那伤心欲绝的模样 鼻头也不经意酸 本以为自己在失去柳如烟后 会孤零零地死去 直至脱离这个世界 没成想 直到此刻仍然有人关心着我 我沉默半上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抬头看向了江炎 江炎 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 何先生 你说 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 你有什么心愿 我都会竭力满足的 我看着江炎神情激动的样子 心中微微触动 可最终 只是轻叹一声 轻声道 江炎 你能帮我办理出院吗 我没有几天了 我不想在死前 一直待着这里 听到我的话 江炎先是一愣 随即沉默两酒 咬紧嘴唇 点了点头 好 可先生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很快 在我的执意坚持下 我放弃了手术 顺利办理了出院手续 毕竟我当初答应了柳如烟的请求 陷阱了自己下半生的生命 即便是手术 也无济于事 与其在我身上浪费 那些钱 还有着更好的归宿 等我回过神时 我已经让江炎开车 送我回到了家 即便没有公司账户里的那些钱 早在和柳如烟结婚前 我也留下了一些积蓄 这笔钱 我打算全部捐给贫困山区 修建一所希望小学 也算是我脱离这个世界前 最后的善举 可还不等反应过来 江炎却是犹豫地开口问道 何先生 你 真的住这里吗 文言 我却不由轻叹一声 打量起了我和柳如烟的家 偌大的房子 却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的痕迹 毕竟这些年 柳如烟常常一整天都待在公司里 即使偶尔回家 也只是像待着酒店一般 对我极其身份 哪怕是我想要和他亲热些 他也只是一脸冷漠将我推开 说自己现在没心思想这些 想到这里 我不由望向了客厅里 我和柳如烟的合照 照片里 他笑得像是得到了全世界 紧紧地依偎在我怀里 那是我们结婚一周年时 拍下的照片 曾几何时 这个家也很温暖 柳如烟刚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年 对一切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 我带着他读书识字 带着他逛遍了游乐场 试遍了他从未尝过的新奇美食 那段日子里 是柳如烟笑得最开心的时候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他第一次坐上旋转木马 开心的手舞足蹈的样子 可现在 那张合照 早就像我们之间的感情一样 积满了灰尘 晚上 我收拾好了行李 摇了摇头 心中在无疑似波澜 我太累了 在最后的时间里 我只想不留遗憾地离开 可我刚要离开 房间的门把兽却突然转动 随着房门打开 柳如烟望着我和身旁的江言 顿时瞪大了双眼 何川 你太令我失望了 柳如烟先是一愣 随即攥紧了拳头 义愤甜意地揪住了我的衣领 好呀 我说你最近怎么老要钱 还打算跟我离婚 原来是在外面勾搭了别的女人 何川 你对得起我吗 我静静地看着柳如烟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嫉妒和疯狂 早已没了当初那温柔似水的模样 可是到如今 我也懒得在跟她解释什么 我们之间 早在这五年中 悄无声息地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不论我说什么 柳如烟都不会听得进去 想到这里 我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拉着江炎就要离开屋子 似乎是看我拉住了江炎的胳膊 柳如烟先是一愣 然后整个人就像是红了眼的兔子一般 咬牙切齿道 何川你闹够了没有 你就因为这个女人 就要跟我离婚 我看着柳如烟那气急败坏的模样 却只是冷冷道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在餐厅的时候 你对寄语又是怎么说的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顿顿时瞪大了双眼 震惊道 你已都听到了 可我却懒得理睬 拉着江炎就要离开 可柳如烟却神情激动地挡在了门前 激动道 何川你别用你肮脏的思想揣测我 寄语她是对我有意思 可我跟她合作 不代表我就接受了她的感情 我都是为了嫁 没有我这几年的付出 你现在能住在市中心的这套房子里 你现在跟我道歉 我还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吧 柳如烟架起了胳膊 神情巨傲抬起了下巴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可我看着她 只是失望地摇摇头 不知从何时起 柳如烟变得愈发高傲 愈发自以为是 她似乎忘了 曾经的她 也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 也忘记了我对她的付出 以及我们多年来的感情 她的眼里 只剩下了利益 我深吸了一口气淡淡道 你想要拿走什么自便 这个家 本就没有什么是属于我的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不由一愣 这才回过神来 打量起了我们一同生活了五年的家 直到此刻 她似乎才发现 这个家过于冷清 我和她的那些回忆 那些纪念品 全都扔在了角落 积满了灰尘 更可悲的是 一开始 她还会花费几天的功夫 亲手为我治千之贺 为我治围巾 可自从我为她开办公司后 她就再也没有送过我什么 只是一味地索取 无条件地秒回消息 无条件地随叫随到 似乎这一切 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该守望什么回报 半生 柳如烟也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顿时一变 不由后退了半步 心虚地辩解道 你你少在这儿跟我翻旧账 道德绑架我 你说 你旁边这个女人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跟她认识的 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柳如烟 她的眼神内 如今只剩下了怀疑和愤懑 我刚要开口 下一刻心脏处 聚猛的一阵激动 我的脸色顿时苍白一片 双腿亦软 捂着胸口 弹坐在墙边 吐出一滩淤血 贺川 你 你这是怎么了 眼看着我痛苦到面部扭曲 还大口大口吐着血 柳如烟终于慌了 只见她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地望着我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可此刻 我早已无暇分心 整个人跪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明白 我的大腺将至 生命力的衰减 以及严重影响到了我的身体 眼看我就要摔在地上 还是江炎眼疾手快 急忙冲到我面前 扶住了我 不 不可能 你之前明明一直好好的 怎么可能突然变成这样 贺川 你是在骗我 跟我演戏 对不对 柳如烟与其颤抖 仍旧不肯接受眼前的现实 还不等我开口 一旁的江炎却攥紧了拳头 将我的病历 甩在了柳如烟的脸上 柳如烟 你有什么资格说贺先生 五年前 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是贺先生不厌其烦地陪着你 将你读书识字 带你开阔眼界 照顾你的一时起居 公司的投资 是贺先生自己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 公司的人脉 是贺先生不顾自己的身体 拼了命给你求回来的 他几乎把命都给了你 你却连他病了都不知道 直到那本病历 被我吐出的淤血染红 柳如烟这才猛地回过神来 慌张地捡起了我的病历 只是看了几眼 柳如烟的瞳孔便猛低缩 难难道 所以所以你需要钱是为了 话才说了一半 柳如烟便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双腿一软 直接跪倒在了我面前 不 这不是真的 你怎么会得心衰 你明明这么年轻 明明我们才结婚五年 柳如烟失魂落魄地扑到我面前 握着我的手 神情紧张 可我只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便甩开了他的手 在僵严的搀扶下 勉强站了起来 我贺川 不需要你可怜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浑身一颤 双眼泛红 顿时哭了出来 贺川 我 我真的不知道你病了 今天是我的不对 我们现在就去手术 我们去省城的大医院 去国外治病好不好 你这么年轻 肯定有救 肯定不会死的 可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将喉咙里的血沫咽下 默然道 你的不对 不 是我的错 是我错的离谱 当初 我就不该为了救你 献祭自己一半的生命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整个人 不由亮呛转后退了一步 瞪大了双眼 死死的盯着我颤抖道 赫川 你说什么 什么一半的生命 我看着柳如烟那茫然的样子 冷笑一声 索性清了清嗓子冷声道 柳如烟你早就该死了 死在五年前的车祸 是我献祭了一半的生命 强行带你来到这个世界 这才摆脱了你必死的命运 可你呢 你又是怎么对我吧 这些话 我藏在了自己心底五年 如今终于将其说了出来 结婚时 我就已经将攻略系统的事情 和柳如烟全盘拖出 只是怕他伤心 这才将自己 隐命幻命的真相隐瞒了下来 很快 他就理解了我话里的意思 整个人面色愈发苍白 弹坐在了地上 不 不该是这样的 你怎么那么傻 那可是一半的生命啊 你为什么要 下一刻 柳如烟也意识到了什么 身体一颤 顿时气不成声 可我看着柳如烟那伤心欲绝的模样 心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 不论他这些年 到底和际遇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我和柳如烟之间 都再也没有可能了 这段长达五年的婚姻 从始至终 都只是我一个人在付出 现在 我累了 我紧闭双眼 深吸了一口气 半晌 我才睁开眼睛淡淡道 或许是因为 我曾经爱过你 我语气平淡 看向柳如烟时 平静的就像是遇到一个陌生人 似乎是感受到了我那冰冷的视线 柳如烟身体猛的一颤 下一刻 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 慌张地翻找着自己身上的口袋 可却始终一无所获 哪里 到底去哪里了 我看着柳如烟那心急如焚的模样 摇了摇头 从口袋里取出了一个脏兮兮的护身符 摆在了柳如烟面前 你要找的是他吗 那是之前柳如烟离开家时 丢在楼道里的护身符 那是他刚来这个世界时 我送给他的礼物 也是我母亲过世前 最后留给我的遗物 希望我能平安长大 当初柳如烟刚来到这个世界 我怕他出什么意外 便将母亲留给我的护身符送给了他 与我而言 他的价值 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 此刻的护身符 却挂满了污渍 就像我和柳如烟之间的爱情 彻底变了味道 我深吸一口气平静道 柳如烟你知道吗 这枚护身符 是我母亲的遗物 看着我手里满是污垢的护身符 柳如烟张了张嘴 可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 而我看着柳如烟那颤抖的身体 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怜悯 我照顾了他整整五年 为了他 我几乎献出了我能给他的一切 可他却在见识到更广酷的天空后 愈发地嫌弃我 甚至想要将我甩在身后 一把推开 我轻叹一声 收起了护身符 转身就要走 柳如烟却低着头 死死地堵住门口 激动道 贺川氏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 我不奢求你的原谅 但你跟我去医院好不好 你的生命最重要 可我只是冷冷地看他一眼 冷哼一声 我看 在你眼里 公司才是最重要的吧 谈声一句吧 文言 柳如烟顿时憋红了脸 支支吾吾道 我 我只是想利用姬雨拓展业务 我和姬雨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 贺川 你要相信我 可还不等柳如烟说完 我便冷声打断了他 从包里取出一份文件 直接扔在了地上 你要我相信你 可你 又什么时候相信过我 对了 我还要提醒刘总一句 姬雨的公司早就传出丑闻爆雷 急需一笔款项还债 你以为 他真的是爱你吗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顿时愣在原地 半上 才捡起了地上的文件 很快 他的脸色变了又变 最终化作了后悔 何川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能不能 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像以前那样 我看着柳如烟那稀奇的眼神 摇了摇头 静止摔门离去 我们 回不去了 刚从家里出来 那股仿佛要将我撕成碎片的痛感 顿时又席卷我的全身 何川 距离脱离这个世界 你只剩下最后一天了 脑海中 系统的声音 久违地响起 我苦笑着点点头 依靠在座椅上 贪婪地吸收着氧气 两久 我才回过神来 一旁的江炎 却早已哭得梨花带雨 何先生 真的没办法了吗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抬起手擦去了他眼角的泪痕 嗯 从今往后 你要一个人照顾好自己 到晚 我就被迫转入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心衰引起的多器官衰竭 疼得我一呼一吸 都像是蚂蚁在啃噬我的身体 难以入睡 夜深时 一头亮丽的长发 竟在一夜之间染上了几缕白发 跪在医院楼下 不停地对着我的方向磕头道歉 直到第二日清晨 他磕破了脑袋 在寒风中晕了过去 这才被医生拉走 可我从始至终 没有多看一眼 时来的深情比草剑 我和柳如烟 本可以拥有一个 短暂却又幸福的结局 是他 亲手毁掉了这一切 天蒙蒙亮时 窗外下起了雪 我不顾医生的阻拦 迟意让江炎推着轮椅 带我去外面看看初冬的第一场雪 贺先生 你看这雪多漂亮 贺先生 我在睁开眼时 我早已换了一具崭新的躯体 站在街上感受着初雪的景色 正当我好奇 系统为何没有提醒我任务时 身后 一只手却悄然落在了我的肩上 贺先生 你好啊 我先是一愣 随即转过身子 正正地看着眼前的江炎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可江炎却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对我玩耳一笑 贺先生 你忘了吗 我说过 不论你去哪里 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我掀起了一半的生命 这一世 由我来攻略你 全文完